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陈唐山 最近中國人大全體支持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 這些事當然都在我們意料之中 不會令人有什麼搖曳的事情 但是兩會期間的對台政策 就值得我們大家來了解 整體上中共領導人在今年兩會上面 沒有對台灣發表太激烈的言辭 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共在台灣總統大選以前 可能會採取比較溫和的路線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中共向來是軟硬監視 當他們領導人的態度稍微反核的時候 解放軍還是保持常態性的動核 不但軍機繞臺沒有減少 軍艦也不斷在台灣海峽避進我國的船艦 故意製造這種緊張 所以中國政治人物有暫時性的溫和 只是手段的交互運用罷了 我個人的經驗是他們講的話 一句話都不能相信 這樣就對了 而且習近平跟新任總理李強 在兩會的閉幕式上面都強調 所謂一中的原則 跟九二的共識 那習近平還說 要實踐一國兩制 但是他們的心理應該是非常清楚 香港的情緒變化已經 讓台灣人看到一國兩制的破產 這種制度對台灣人根本就沒有吸引力 那為了誘騙台灣人 他們只能採取不同的態度跟說法 來降低台灣人的戒心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來向各位補充一句話 大家可以去問這個 在台灣的話就可以問 以前蔣介石怎麼樣講 以前毛澤東怎麼樣講 那在國際關係上面 英國的Thatcher 他怎麼樣講 他對香港這個問題怎麼講 那可以問達爾喇嘛 對西藏的問題怎麼樣講 這都是過去的歷史 從這些歷史翻出來 他們的話絕對絕對沒辦法去相信 大家不要把這個歷史忘記 所以新任的政學主席 王滬寧他就強調 這所謂新時代黨要解決台灣問題的 這個中題方略呢 他就提出這個方略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王滬寧也是中共 這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職的一個 一個副組長 那實際上他就是對台工作的負責人 那未來的統戰力道一定會越來越強 那他提到解決台灣問題的這個總題方略 就是要重新包裝過的一種統戰這個策略 因為不管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 中共的真正意圖就是要佔領台灣 這算台灣人很清楚 這沒用片 他並且要消滅兩千三百萬人選出來的民主政府 根本不能容忍中華民國的存在 如果有人把今年的兩位解讀 成為中共對台灣蓄持善意 那就太天真了 這就不用了 雖然政治高層沒有這個激烈的延遲 但是中共的兩面說法都非常清楚 對台灣大家看到很多 另一方面就是放任各個別的政治版樣 來出來放話來恐嚇台灣人 例如自稱台灣女孩的人大代表林佑士 在人大這個會議上面他建議一國兩制 就是台灣荒案應該修改為一國一制 主張台灣應該全面實施中國的制度 還有這個政學委員周曉平提案 他說建議中共發布台灣省分裂勢力人物黑名單 主張任何人都可以擊斃台獨分裂 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這是說消費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說 在四邊的事情的人都不用做什麼事情都不用 所以這些人的賣力表演投射出專制國家 妙視這個法治的心理現象 完全沒有照國際法的觀點 修法的觀點來做行為 那完全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 這一點是完全不會感到意外 因為中共的這個終極目標就是要併吞台灣 那不管是招安或者是恐嚇 都只是策略運動而已 那既然有恐嚇就會有拉攏 讓他們給他們充滿 讓他們買一些糖果給你吃 給你餘下 所以國台辦就宣布 台灣高中畢業生不用考試 真好康門口期 從今年3月起就可以用台灣的學測成績 升行到北大、清華這些名校 那這種優惠措施雖然引起中國學生跟家長的反彈 那認為是獨厚台灣學生的做法 對他們的考生不公平 但是中共的目的是要統戰台灣人 又怎麼會在 他更不會在乎中國考生的這個不滿 那另外陸委會他也指次來 他說中國大學把擁護一國兩制跟這個國家統一 例如台灣學生的報考條件 這跟國際中概學統一台灣的學生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個東西你做文科學 都這麼做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你的科學就急著 完全是一樣 所以這個顯然是要進行政治思想的審查 希望有心前往中國求學的學生 而必須要三四而行 最近還傳出這個五百位 有五百位 推入軍人 要去中國 參加恩保軍號 九十九總年的紀念活動 那我們知道這個防捕軍校這個同學會 是我國政府公道的中共統戰部 這個副實的一個團體 那雖然這個退伍會 這個洪主委 他這樣 苦口無心 苦口無心 然後呼籲他們不要上當 可是 諸團活動還是沒有喊停的這種現象 無法停 繼續下去 中共這些手段 明年一看就知道是統戰的企業 這已經做了很久很久了 偏偏有人自願跳進這個圈套裡面 特別是反共立場 本來就是最堅定的這個退役軍人 如果真的配合中共的統戰活動 那就很令人遺憾 那總體看來 不論這個中共兩會 或者是政治高層態度是怎麼樣來調整 他們對台灣的這個目標 從來都不會有所改變 這一點我們要很了解 要很清澈 絕對不會因為說話的口氣變溫和 就放棄無力犯台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現在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建立非常清晰的敵我意識 要很清澈 所以說什麼人是我們的定人 這一點不管是你在國外 還是在島內 特別是在台灣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特別是住在台灣 都來的人 你愛了解什麼人是我們的定人 絕不能被中共的統戰策略來分化 否則你掉進這個陷阱之後 這個人越多的話 台灣的內部就會越來越亂 這一點是希望 兩千三百萬人要多加思考 審慎的思考 謝謝大家 lake